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要看每日新眼光的读经范围 是写在历代之下33章 我要从第一节读到二十节 马那西登基的时候,年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作往五十五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争的事 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拆毁的秋坛 又为巴黎族坛作木偶 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 在耶和华的殿中族坛 耶和华曾指着这这殿说 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 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 为天上的万象族坛 并在心嫩之谷 使他的儿女惊火又关照 用法术、行邪术、立交轨的和行 无数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动他的怒气 又在上帝殿内立雕刻的偶像 上帝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 我在以色列各支牌中所选择的 耶路撒冷和这殿 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 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 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 律例典章 我就不再使他们奴役 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马拉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 所灭的列国更甚 耶和华警戒马拉西和他百姓 他们确实不听 所以耶和华在亚述网的将帅来攻击他们 用绕钩钩住马拉西 用铜链锁住他 带到巴比伦去 他在急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 他的上帝 且在他列祖的上帝面前极其自卑 他祈祷耶和华 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 垂听他的祷告 使他归回耶路撒冷 仍作国位 马拉西这才知道 唯独耶和华是上帝 此后马拉西在大卫城外 从古内积训西边直到渔门口 建筑城墙绕环厄斐勒勒 这城墙足得甚高 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 设立勇敢的君长 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于 耶和华殿中的偶像 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 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 都拆毁抛在城外 重修耶和华的祭坛 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 吩咐由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上帝 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祭坛 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上帝 马拉西其实是和祷告他上帝的话 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名 紧接他的言语都写在 以色列诸王记上 他的祷告与上帝怎样应允他 他为自卑以前的罪钱过犯 并在何处建筑丘坛 设立亚瑟拉和雕刻 偶像都写在和赛的书上 马拉西与他列祖同岁 葬在自己的公园里 他儿子雅门 接续他作王 马拉西这位君王 实在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王 他就位的时候才那么年轻 可是很快的他做了上帝不喜欢的事情 他不像他的父亲西西家这样尊敬上帝 他反而是把各样的一个神坛 这个偶像都重新的放在耶和华圣殿当中 我们可以讲说 马拉西是旧约圣经里面出名的一个浪子 就像耶稣所说的浪子比喻一样 马拉西用尽了神借着西西家 给予他所有许多的产业 最后被亚树掳走了 敌人用绕钩把它钩住 铜链把它锁住 使他失去一切 他成为一个阶下囚 连尊严都失去了 在这个时候 他知道他错了 他自卑 他在神的面前向上帝悔改 这就好像浪子在外面 失去一切的东西 他想起了他的父亲 像上帝祷告一样 也很奇妙的 当他祷告了 神就请听他的祷告 就饶恕他 奇迹式的让他可以回到耶路撒冷 仍然给他作王 百姓很奇怪 还是很喜欢他 愿意尊他为他们的国王 这个时候马拿西才知道 唯独耶华是真正的上帝 然后他把许多的这些假神 偶像 祭坛 一个一个拆毁了 可能有很多人不觉得 拜偶像是罪 拜假神是可咒诅的 放眼我们的社会 你可以看见许多人都在拜偶像 清净邪灵 要说他们都在行恶 我们好像很容易就被别人来排斥 甚至我们会被拒绝 用这样的尺度 我们来看马拿西的时候 我们也会觉得说 他没有真正那么坏 他也没有杀人放火 只不过不信耶华上帝罢了 他难道没有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吗 这个也是我们一些父母的想法 不想要在孩子年幼的时候 带他们到教会去 让他们长大成人自己去做选择 我们觉得从小教孩子学圣经 是剥夺他们的人权 问题是 我们看到很多父母亲爱自己小孩 在小孩子还没有出生以前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很注意 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的父母亲了 等到孩子出生之后 我们就给孩子吃最好的东西 最好的环境 让他上最好的学校幼稚园 我们都用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都给他 在这世界上的选择 父母亲都要选择最好的给孩子 只有一个事情我们没有做 也就是什么东西是最适合孩子灵魂所需要的 为什么要让孩子认识到父母亲 还有外族父母姑姑勃勃 舅舅们却没有真正给他们认识 创造他们生命的主呢 西基加的感恩当中 他感恩之歌有一句话说 看啊那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 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 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 这一上要说第三十八章十一节 这句话应验马来西的经验 上帝因为爱他的灵魂 不惜把他交给亚述 让他用这样的方式羞辱他 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得到说 啊原来耶娃上帝才是真正他要依靠的 马来西回转的时候 神就把他一切的罪就扔到背后 赐给他平安 马来西的例子让我们知道 没有一个人会坏到不能够拯救的 神爱惜每一个灵魂 即使像马来西这样 做到比其他的神 比其他的这些邦国 还要糟糕的一个人 献犹大在罪中 神也要救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的时候是扮演另外一个角色 是上帝在看见马来西 只要你有个好 我就拯救你 只要你悔改 我还是给你机会 浪子的比喻当中 我们也是会觉得说 这个弟弟的很糟糕 我们用哥哥的眼光 在看他批判他 不给他机会 可是上帝呢 却像是父亲一样 如果还有机会 我们还是要给人家 一个基督徒传福音过程当中 我们的眼光很重要 如果我们的眼光 判断这个人是没有资格的 我们不会跟他交朋友 我们不会跟他亲近 我们不会跟他苦口婆心 我们会拒绝他 我们常常扮演做兄长的角色 去批判一个弟弟 但是呢 神他爱马拿西 其实他很糟糕 神爱小儿子一样 只要有机会 我们就要 神就要拯救他 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但愿 我们所有弟兄姐妹 让我们有机会 去学习 用神的眼光 去看 我们以为没有资格 被上帝拯救的人 这样 你拯救的角度跟宽度 也就扩张了 愿上帝祝福我们 阿们 阿们